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我也说过了 我也不知道 这犬妖为什么找上我来了 怎么 难道这犬妖和这侍女徒有关系 说什么犬妖复仇 这些其实都是幌子 我怀疑这犬妖的背后是有人控制的 而且目的就是侍女徒 不会吧 那也许是犬妖认错了人了 而我也纯粹是运气不好罢了 陶公公当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不敢对天目道长隐瞒的 好 那小道就先告辞了 告辞 宁妖呀 最近很少见你出来透气 你肚中怀有龙子 得时常出来 让凌儿接受一些天地之气才是 皇后说得是 只是近日宫中犬妖横行 臣妾这心里啊 实在是有所忌惮 这犬妖啊还停不下来了 听说这几日好像又死了几个厨子 略有所闻 好像有几个下人已经遇害了 死几个下人倒是小事 我呀老是觉得犬妖行踪不定 不知道她后面会害谁 听说这案子一直是天目瞳在负责 也不知道负责得怎么样了 别提那个天目瞳了 她仗着太后给她撑腰 谢于查案 如果我们不逼她一下 指望她破案 怕是遥遥无期啊 皇后您的意思是 您与我一同去见太后 令天目瞳现期破案 如何 您的意思是 让我去逼迫太后啊 这哪是逼太后呢 是给天目瞳点压力 你也不想每天担惊受怕不是 可是 你不为自己想 也该为杜宗的孩儿想想 好吧 那臣妾就同皇后 一起去见太后 臣妾参见太后 免了 谢太后 宁妃 近日身体如何 你出门行走 可得小心你的肚子 谢太后关心 臣妾小心着呢 你们来 不只是看看我吧 太后 最近这些十日宫中犬妖出没 弄得大家都心惊肉跳的 是啊 太后 天目瞳说查案呢 也不知道查得怎么样了 昨晚啊 我听说后宫又出事了 再这样下去还怎么得了 我这儿也催着呢 刚刚还问起他们情况来着 光催可不行啊 太后 总得给他们个实现 要不然他们一点动力都没有 宁妃 你说呢 皇后所言极是 这提心吊胆的日子 总是越短越好的嘛 好 就按你们说的办 给他们个期限 谢太后 谢太后 天目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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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过来啊 千万别过来 小蘑菇 是你吗 是我 是我 你快走吧 你师父呢 我师父不在 你快走 别过来 不对 你师父要搞什么鬼啊 我 我骗我过来 你干吗呀 你吓死我了 千万别过来啊 你骗我过来 别过来 别过来 你是找我吗 喂 你们搞什么鬼啊 你去哪儿了 出去透透气 好吧 你想要对付犬妖的办法了吗 今天皇后又去太后那儿嚼舌根了 别的太后 给我们这个犬妖案的期限了 猜到了 几天时间 三天 又是三天 你打算怎么办 这每次犬妖和梦和黑兽 好像都知道我们在想些什么 我这一时半会儿也没什么对策 那看来 我们只能快点找到 那个消失小太监了 我想突破口 这又从他那儿游了 对了 我要闭关一天 你有任何消息 可以跟我联系 好 那我先走了 师父 你是不是都知道了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那你不会怪我 向你隐瞒了吧 如果换作是我的话 我应该也会这样吧 那就好 但是你要替我保密啊 千万不能告诉陶公公 说我暴露了 要不他又该骂我了 我刚从陶公公那儿回来 你去见陶公公 陶公公非但没有要责骂你 而且他现在还十分关心你的伤势 我已经答应了陶公公 等我的事情办完之后 就带你出宫 你总是这么下去 一定会出事的 嗯 那就好 师父 你说那个犬妖是公的还是母的 从这形态上来看 应该像是公的 那他们吃的就是母的 然后把公的给惹急了 公的来报仇来了 你看我说的有道理吧 有道理 师父 师父 你 师父 我动不了啊 师父 我能想到你们 你们在哪里面 有些人 你见过天目瞳了 见过 他对三日破案期限 有何反应 没有任何反应 不过他好像察觉到 他所有的行踪 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他开始怀疑你了 现在应该还没有 我当他有多聪明呢 我们不妨就给他三天 三天之后 看看天目瞳怎么应付皇后 那帮人 这弟兄们的烟酒钱 我可以理解 这生理卫生费是个什么意思 他们找姑娘也要我出钱啊 这个 接着往下念 差旅费白银五百零一两 还有 好了好了好了 这个呢不用念了 我都清楚了 就两个字 花钱如流水啊 谁叫咱三爷人多势众 才大气粗呢 这个话我爱听 你呀就剩下这张嘴了 三爷 有意思的东西来了 这蝴蝶有意思 三爷 你让天目瞳给他弄点纸 以后兄弟们的烟酒钱可就省了 嗯 这个主意不错 要不我让他这纸人 替你站站柜台 三爷高明 这样最好了 那我要你干什么用啊 重口味啊 三爷 这上面写的啥呀 来 把纸上的东西准备一下 鲜毛 羊起石 银羊祸 这可都是崔晴的东西啊 三爷 他一个道士 要这些东西干啥 你问我呀 接着往下看 呦 挖青母狗尿一炮 这 这上哪弄去啊 要不 我去找 三爷 这哪里的话 那我去了啊 于大人来了 不许来 不许来 坐 坐 于大人您也坐 好 于大人你看 我这不方便 您还来看我 我没什么好招待你的您 小小年纪 就如此伶雅立直啊 你师父呢 我师父闭关着呢 您要找他有事我去叫他吧 不必了 修道之人 最忌讳在闭关的时候 被人打扰啊 是 于大人懂得还真多 你真善解任意 你是怎么受的伤啊 我这不是被犬妖 咬了一下屁股吗 我也正是为此事而来 这犬妖案的调查 进展如何呀 那个犬妖每次抓他的时候 都知道我师父的行踪 不好找 太后那边就给三天期限 我师父 闭着关 想办法呢 等你师父出关之后 你替我给他带句话 就说太后那边 我来想办法对付 让他按照自己的方法 去做就好 真的吗 行 行 那谢谢于大人了 好了 我走了 有空再来看你 那慢走啊 于大人 不气 不气 对了 小蘑菇啊 这个浴室是我求来的 能守正辟邪 送给你待在身上 再见了犬妖就不怕了 于大人你真好 送我的 从来没有一个大官 会送我的东西 谢谢于大人 难得你小小的年纪 心里便想着皇上 值得嘉奖啊 好了 我走了 于大人慢走 快快快快 快 快 快呀 快拿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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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点 拿王子 快 快 快快快 快快 快拿王子 快快 快快 去去去去 快拿罐来 快快快 抓过来抓过来抓过来 快 快快快 哎呀你的尿啊 气死我了 哎呀宝贝 快呀快快快快 快尿啊 快快快 尿啊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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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臭小子 拿好了 把这东西带到宫里 交给咱们自己的人 让他转给天木头 千万别处娄子 这东西来的不容易 知道 从您嘴里捞的 肯定不容易啊 臭小子 天木道长 天木道长 宫外有人给您带的东西 多谢公公 对了 这里有些孙银子 有劳公公啊 好 好 芸姑娘来了 这大晚上的找我干什么呀 我们今天晚上就来一个月夜捉妖 妖呢 只要我一召唤 犬妖它就会出现 信你才鬼 什么鬼 道具 还有道具呢 这什么味道啊 崔禽粉 崔禽粉 你个道士我 我带你看个地方 你这招到底管不管用啊 自然管用 这世间的活物全都逃不过十色儿子 犬妖哪有那么厉害啊 乐平公主 天幕道长 公主你怎么来了 我猜您跟云指挥在一起 就像云指挥的手下打听了你 公主 这里很危险 你还是早些回去吧 有你在 怎么会让我有危险呢 这犬妖可是随时回来的 我不怕 公主还是回去的好 犬妖 你们该是要 你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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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行 你们怎么做 走 快 是她 她是谁 是那个失踪的小太监 这回可好了 连找到幕后主谋的条件都没有了 云姑娘可真是厉害啊 天不道长好厉害 天不道长 却又真的死了吗 我好害怕 好怕怕 犬妖是如何被天木头引过去的 你为什么不提前向我通报 我也是才知道 她熬制了催芹药粉 引得犬妖性情大发 所以才控制不住 可恶 真是世风日下 现在连道士的手段都这么下来 现在犬妖死了 还有半张图下落不明 我们该如何打算 犬妖虽然已经死了 可犬魂却被我收了回来 我们现在手里还有一只犬妖 为我们所用 而这只犬妖 也是天木头最难对付的 我呢 吴大人真好 嘿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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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住这儿 我 我为什么不能住这儿啊 我小宝姑父母的 好不容易起来一条命回来 师父又不要我 还不让我在这儿住 你说我容易吗 我上辈子是欠谁的 我 我 我是 你看什么 真是奇怪 你怎么能流这么多泪水 不 因为我伤心吗 伤心是什么 伤心 就是那种特别迷茫 心里乱乱的 然后没有安全感 声音个什么味道 你不要太远就远 还看风光在那边吹 这样行 你别吹我一连啊 大哥 风 我管不了他 好吧 行不行 高度行吗 对我 高度行吗 把钱举一下看 好 可以 再靠去一下吧 这就应该是真的 你去嘗嘗 来 四伯 来了 开始 再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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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痴心的劫太多 多情真难过 这爱恨的漩涡水泼 若时光遭流 还能为你做什么 该舍难舍 想得不得 谁能把劫长年过 爱上你的我 宁愿你错再错 一念之间 在心陨落 让我沉醉着漩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